元旦升旗典礼心中充满了期待 但是也非常的沉痛 国民党一日上午 在中央党部前广昌举行升旗典礼 党主席吴敦毅 前总统马英九 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等人共同出席 三人在支持时 出入呼吁民众 11日票投国民党支持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外 也批评立法院通过的反升后法 吴敦毅认为 认法有很多都是空白授权 我长期来批评反渗透法 说不定下一个就会是我 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 民进党明明知道说反渗透法 不符合我们民意的期待 可是在立法院应用暴力 多数暴力把它给通过了 中国国民党敬爱百姓 热爱中华民国 从来没有背叛过中华民国的中国 国民党能够在立法院113席取得60席的优势 名列第一的现任立委真名中外 名列第二的前警大教授叶玉兰 第四的退降吴思怀也都出席 但却不见国民党大多数要争取连任的现任立委 包括蒋万安等人 今天与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出席府前升旗典礼 在选前倒数10天 格外引发外界联想 新唐人也来电视王高林黄立峰 台湾台北报道